随着时间推移,清理乱葬岗的脚步渐渐向内,除了类似血池这种根本弄不清情况的地方,被怨气环绕的乱葬岗已经渐渐露出原本的模样。 在这个过程中,魏英和蓝湛两个人相互配合越来越默契,感情自然也越来越好。 只不过,魏英始终没开窍,一直觉得他和蓝湛之间的情谊深厚,气得蓝湛不知道多少次周身气压低地憋死人,或者是冷气冻死人,但魏英一直当不知道,一股劲往蓝湛身边凑。 结果到最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蓝湛对魏英不一般,只可惜另一人一直不知道。 除了魏英和蓝湛之外,聂明爵和温情之间也擦出火花。 在清理乱葬岗的过程中,聂明爵向来喜欢身先士卒,这也导致聂明爵很容易受伤,尤其是越到后面这种情况越严重。 聂明爵每次受伤,给他治伤的大多是温情。 一开始温情看在聂明爵救了自己,一脉心存感激。 虽然对聂明爵总是把自己搞得一身伤这是不痛快,也一直忍着没说。 直到有一次,聂明爵在除掉一个实力不弱的邪碎的时候,不慎被怨气轻体,还险些激发了被安抚下来的刀铃,这次温情实在不想忍了,大喊一声,聂!明!爵! 吓得旁的医者一哆嗦,差点把针扎歪了。聂明爵也被吼得一愣,不敢吭声了。 出乎意料的是,尽管两人之间时不时听到温情的怒吼,但两人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好,已经有不少人在猜测聂家是不是快要办喜事了。 除了世家外,参与的散修也逐渐形成几个固定的团体,最大的一个正是以小星辰和宋兰为首。 散修势力的结成,虽然一时间看不出来,但不久之后,这些散修结成的团体就会显露出巨大的作用。 时间四百居过细,转眼已经是近五年时间过去。 这五年间,乱葬岗的清理基本完成,仅剩最核心的一小部分没有处理完。 而这五年里,胃婴的修为更是步步高升,体内金丹基本被灵气和阴气充满,而且这两种气息逐渐融合,只差最后一点就可以实现完全融合。 终于,乱葬岗的清理到了最后一步,剩下的少量的邪碎被牢牢围困在阵法中, 而除了在阵法中,其余地方的怨气也都被净化完成。 到最后,魏英蓝战聂明爵蓝启仁和素晓星辰宋蓝等一批修为高升者围在阵法外,商议如何分工把最后的这些邪碎灭绝。 很快,一行人就决定分别处理。 先由魏英出手,把邪碎用阵法隔开,然后逐个用招殷奇引出来,再由众人合力消灭。 这样不仅方便,也减少了最后净化怨气的步骤。 分割邪碎不是一件难事,魏英很快就把邪碎分开了。 然后他们选择了一个看上去实力一般的,不止好招殷奇,微微放开阵法一脚。 那个邪碎果然冲了出来,除了主持招殷奇的魏英外,蓝战聂明、绝晓星辰宋蓝等人一起出手,这邪碎几乎没有挣扎就被除去。 至于他身上的怨气早就被净化阵净化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那一星半点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被净化完成了。 见此方法有效,众人迅速效仿,先先后后把被围在阵法中的邪碎处理干净。 随着最后一个邪碎被聂明爵一刀斩杀,清理乱葬岗的工作总算完成了。 至此,整个乱葬岗只剩下少数的无法解决地方没有解决,里面的邪碎都被清除。 而那些一时解决不了的地方也都被层层阵法包裹,一丝怨气也泄露不出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魏英终于完成了最后一点融合,两股气息终于融合为一股,剩下的就是琢磨如何使用了。 就在魏英尝试着使用新融合出来的气息时,天空中突然黑云密布,魏英心有所感,固步地解释,只丢下一句等我回来就匆匆遇见来到一处空地,仰头望着天上,准备迎接到来的天节。 魏英独自来到一片空地之上,此时天上的黑云越来越浓厚,隐隐有雷生在轰鸣。 魏英仰头看着天上的黑云,默默等待接下来的事。 没过太久,从黑云中劈下一道雷,直直冲着魏英而去,魏英心里虽精却不慌,手中急急丢出一串符咒,很快就化解了第一道雷。 不过,天雷岂是那么容易,就过去的,就在魏英化解了第一道雷之后,从黑云中接连不断地劈下一道道雷,魏英或者硬抗或者使用符咒,总算当下第一批天雷。 而远远看着的蓝战更是忧心不已,几次想冲上去,但强行克制住自己。 他知道,魏英如今面临的情况与藏书阁中记载的传说中的天节很像。 这个时候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外界的干扰,只能依靠自己。 蓝战忧心忡忡地看着魏英,而此时第二批天雷也劈了下来,魏英扬起陈情应对。 陈情原本是用乱葬岗上怨气浸染,极重的鬼竹制成,他重新结丹的时候又继练过一次,与他早已心神相和。 此次应对天节,魏英心有所悟,取出陈情应对,天雷毫不客气地批在陈情上。 在天雷的轰击下,陈情渐渐也发生蜕变,虽然还是黑色,但是变得更加深邃有光泽。 而且陈殿在陈情内部无法清除的怨气也在天雷下化为乌有。 而且,陈情上闪烁的光泽显示这只笛子已经产生气灵。 未来有望再进一步。 第二轮天节也顺利度过,但此时魏英的状况也不好,两轮天节消耗了他大半修为,而且魏英也受了伤,唇边浸出一丝血迹。 可天节依旧没有结束,趁着天节暂停的时候,魏英收起已到极限的陈情,将随便握在手里,等着天节再次降落。 片刻后,第三轮天雷终于落下,这次天雷比前两轮都要强势,尽管有随便在手,魏英应对起来也颇为不易。 虽说随便在天雷的淬炼下灵性更强了,但密集的天雷还是给魏英带来极大的压力。 很快,魏英就感到自己挥不动随便了,这种感觉除了他失去金丹的几年外,从来没有感受过。 慢慢地,天雷终于只剩最后的一道了,可魏英此时也到了极限,最后两道天雷魏英几乎毫无防备地让天雷劈在身上。 天雷劈在身上,魏英似乎没有感觉到痛苦,而是陷入深深的幻觉中,过了好一会。 魏英才从幻觉中清醒过来,振奋精神劈散最后一道天雷。 当最后一道天雷被劈散后,天空中的黑云散去,一道金光照耀在魏英身上。 魏英身上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转,很快就消失不见。 而陈情和随便也得到金光照耀,气灵都接近化形了。 而在一旁的蓝战看着魏英渐渐沉重的手,强压着冲上去的冲动忍着。 可到了最后几道,眼见魏英没有还手之力,蓝战实在忍不住想冲上去替魏英挡下天雷。 但一步还没有迈出去,蓝战就被蓝西辰紧紧抱住,忘记,别过去,你现在过去只能害了魏公子。 蓝战挣扎了几下,听到蓝西辰说现在过去会害了魏英,也就老老实实让蓝西辰拉住了。 等天结过去,黑云散去,魏英在金光的照耀下恢复了伤势。 等魏英终于睁开眼睛,落到地面,一转头就看到蓝战焦急的目光。 蓝战! 魏英喊了一声,直接向着蓝战冲过去,蓝战,我喜欢你,我愿意和你一辈子在一起。 蓝战骤然听到魏英如此说,心神颤抖,耳间变得通红,魏英。 魏英没有等蓝战说什么,继续往下说,蓝战你先听我说。 我喜欢你,不是开玩笑,我愿意一生一世和你在一起,你愿意怎么样都行。 魏英这一番话,真的所有人目瞪口呆,嗨嗨。 蓝西辰实在有点受不了,只好不顾雅正地打断了两人。 魏英这才反应过来,脸色瞬间变得通红,狠狠看了蓝战一眼, 遇见瞬间飞远了,蓝战被蓝西辰暗暗推了一下,也急急追了上去。